像豪猪一样 英国报告 英海军处于史上最惨阶段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4日称 英国议会国防委员会当天发布评估报告称 英国海军处于历史最惨阶段 对英海军未来的规模和能力提出严重担忧 报告称 从表面上看 英国海军仍然具有强大的攻击能力 依然是世界上最有战斗力的海军之一 但坠毁事故与英国海军实际情况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报告称 当前英国海军拥有的水面舰艇和潜艇数量太少 进攻能力有限 F-35舰在战斗机未来不明确 同时还受到预算限制和采购延迟等阻碍 包括6艘45型驱逐舰在内 英海军现役水面作战舰艇仅有18艘 出于历史最低水平 该报告还警告说 缓慢的维修速度过于偏袒英国造船业 战斗力严重依赖盟国支持 在没有任何更换计划情况下削减支援舰传等 也是制约英国海军的短板 尽管英国国防部绞尽脑汁提高战舰可用性 试图从主力战舰上挤出更多时间来弥合数量差距 但运营和维护预算紧张 可能会导致更多军舰在港口趴窝 按照计划 英国海军的鱼叉反舰导弹将在未来三年内退役 如不及时更换新型导弹 英国军舰的作战能力将进一步降低 如果英国政府继续压缩军费 未来五年 英国海军将不得不再继续用舊船维持性经营 届时能应对海外威胁的英国军舰署都数得过来 英海军将面临无法应对充满敌意和不可预测的世界的危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